国服路纳有横4分钟拿下一个4杀6分钟拿下5杀最终对面不忍其辱在6分钟多一点的时间选择全体上票投降 并且在对局中还给直播间的粉丝上演了一波忙打更是让直播间瞬间炸开了锅 游戏开始有横选择红开对面老虎不将伍德直接带领队友将有横的第一个蓝buff给拿走 殊不知他已经惹到了一个他惹不起的存在 但好在几方快速过完中线将老虎的蓝区也给抢走以至于不是那么亏 随后几方钟单也是非常懂事将兵线全部交给有横成功 让有横到达四级就在此时痛失蓝buff的老虎还在刷自己的第一个红buff有横过去一个简单的小连招将红buff抢走 而等有横身上有蓝buff以后对面老虎即将要迎来自己的噩梦 而老虎面对我方四人的进攻也是没有招架之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蓝buff被拿走 并且在下路拿到自己的双杀 有横已经在脑海中预测到这场游戏已经持续不了多长时间 刷到上路以后看见对面射斧还在无脑压塔有横 换好自己的抵抗鞋准备进场等对面看见有横的那一刻想要安全撤退已经是不可能 虽然自己断大但是有朵利亚的跟随大招很快就被刷新 而在塔下企图倾线的江子牙也被有横疯狂越塔成就自己四连超凡 随后有横想要顺势开掉暴君看见队友已经跟对面交手 所以果断放弃打盟选择先去支援队友 而这一次有横不仅再次打出跃下无限连环给大家上演了一波盲塔 拿到四杀以后几方辅助充当合适老位有横抗塔成就有横五连爵士 等到有横安全撤出战场以后屏幕上突然亮起敌方投降 四个字眼让有横开始质疑起是不是自己下手有点太狠 开玩笑快点有挂 我不应该下手这么重的呀 对面点了我的五杀